大家好 今天是6月9日 星期三 整个6月份的上旬 都是反复大远 我们退一步看 由5月14日的低位 27,715点开始上升 到今个月2日的高位 29,490点 其实已经升了1,775点 急升过后要消化很正常 加上高台是没有成交 即是动力是不足以将市 推穿3万点 既然是这样 趁高回吐的沽本一定是漸漸涌现 直到现在这分钟 整个技术上的回落最低那刻 是7日的低位 28,615点 简单说 技术上今个月是一个先高后低形态 波幅是875点 但刚才我提到 经过1,775点的上升 跌回875点 其实来说很正常 最重要是什么 整个市 不要触及 或者试到 一个小伤低就行了 这个小伤低是由 3月25日的低位 27,505点 和5月14日的低位 27,715点 所组成 6月份是半年结的月份 多多少少会有些基金 阻止维稳和部署 事实上7月份 建党100周年 始终来说是有个上望的憧憬 不过 既然 月初才见低位 期待中旬转定 等到下旬慢慢 再组上去 人们 字幕by 这次